虽然它不是评分最高的电影 但却是口碑最大列的 而这部电影的诞生 不仅开创了属于赛罗的时代 也填补了光之国历史的空白 它就是赛罗的巅峰战 超银河传说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超银河传说拍摄背后的秘密 首先我们要知道 超银河传说中的所有打斗 基本上都是在绿木棚里拍摄的 而且不管是怪兽 还是奥特曼威喜的动作 都是通过调威亚完成 该说不说 皮套演员还是很辛苦的 除此以外 还会有小绿人 在一旁辅助奥特曼的动作 而贝利亚大闹光之国 其实真实的拍摄场景 是这样的 后期通过电脑扣掉绿木 然后再进用CG合成上场景 就得到了剧中的效果 不过由于打斗时间太长 导致招和三奥 在对战贝利亚时 一滚下去 竟然将格斗仪给打弯了 场面非常搞笑 在短暂修复以后 三奥继续对贝利亚展开攻击 不得不说 贝利亚的皮套演员 打的动作还是很帅的 而贝利亚抱财左飞 实际上也是由吊维亚拍摄 同样雷欧飞梯对赛洛飞梯 也是借助了维亚 下面拍摄的 就是贝利亚搭战奥特之母 这场战斗 版本号已全程都在一旁指导 相比较之下 奥特曼之母的打的动作 虽然略显生硬 但经过贝利亚的指导 以及配合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毕竟女皮套演员 打的还是比较吃力的 接下来继续补拍 三奥大战贝利亚 该说不说 初代打的还是相当的生猛的 动作华丽好看 一气呵成 一看就是老师傅 不得不说 版本的打戏 拍的还是相当牛逼的 不知不觉 赛罗也已经登场15个年头了 期待以后赛罗 能出更多的形态 打出更好的成绩